你好 欢迎收看7月1号 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莲县政府举行7月份设计典礼 现场徐正位亲自主持 他表扬了县府7月份业务达人及圆梦团队 也再次向中央喊话 建设花莲需要民宣进出的基础建设 给花莲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期待中央尽速通过 0403地震重建特别条例 花莲县政府113年7月份设计典礼 1号在县府大理堂举行 现场徐正位遂连着副县长严新章 秘书长劳中和协武团队 办了一个月的申请典礼 现场徐正位表扬业务达人 严谋团队来加免对宣政推动的用心和努力 其实在0403之后 整个花莲的7.2级的大地震 让很多的山脉是受伤的 所以在6月份的时候 正会有跟大家分享 花莲增加了45个新的崩塌群 无论是新工塌或扩大崩塌 或者是另外有增加新的保存度的部分 我想在这里一共是950公顷 非常非常之大 然而这些当然也影响到 后来的我们的强降雨的部分 强降雨让我们的苏华公路一滩再滩 让我们有一些是上面是公路 下面是铁路 让这个土石流一直流到铁路端 也让这个铁路常常雾点 或者是在上个礼拜 铁路因为这个土石流 因为大石的崩落 让火车去撞到石头 而雾点或者是产生严重的 严重的整个节目的状况 现在学生表示 欢迎政府秉持着线上有速度 线下有温度 施政要有精确度的精神 携手地方推动各项业务 服务乡亲并且照顾乡礼 记得转秉庞 欢迎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